西星级大厨都不会告诉你的 八道五花肉做法 最后一道 好吃到转圈圈 第一道 脆皮五花肉 六块一斤的五花肉下锅 加入一大碗清水 一勺盐 扣上盖子 中小火慢慢煮 煮三十分钟后就可以捞出 一定要把锅清理干净 然后不用放油 下锅开小火慢煎 盖上盖子防止渐油 中途多翻面几次 记得全程都要用小火去煎 煎至八面金黄酥脆即可 再给它切成小块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脆皮五花肉 外酥里嫩 香而不腻 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二道 梅干菜烧肉 你以为这是红烧肉吗 那你就搞错了 这个做法可比红烧肉好吃多了 切好的五花肉直接下过 千万不要焯水 这样原汁原味炒出来才更香 我每天分享一个做态的小技巧 您就点个关注吧 以后不会做的时候 随时还能找得到我 炒成这个样子后 放葱姜 花椒八角香叶干辣椒 盐 冰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的煸炒 把肉的香味炒出来 炒至上色 倒入半罐啤酒去香增心 一碗热水没过牛肉 扣盖焖40分钟 等到汤汁不多时 再放入梅干菜继续焖10分钟 最后放点大蒜叶 翻拌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比红烧肉好吃 比扣肉还简单 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三道 炸五花肉 加入盐鸡精 白糖 生抽 蚝油 1.13香腌制10分钟入味 碗里加一勺土豆淀粉 两个蛋黄 两大勺清水 半勺食用油搅成酸奶状 放一把茴香叶和葱花 把肉均匀地裹上面糊 五成油温下锅 小火慢慢炸 有的人喜欢安静地看视频 但他会悄悄地给我点个赞 这样的人最可爱 杂质金黄酥脆后 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做的茴香肉外酥里嫩 色泽诱人 你也早点试一试吧 第四道 回锅肉 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 煮15分钟后捞出 切成均匀的薄片 锅中少油倒入五花肉 慢慢煸炒出油汁 加姜 蒜 干辣椒和豆瓣酱 继续煸炒出红油 再放清红椒 盐 鸡精 生抽 蚝油 大火翻炒入味 最后撒蒜叶 翻炒个六七八下即可出锅 你看 是不是很简单 第五道 粉蒸肉 八块一斤五花肉切成薄片 切好后 加葱姜 吊酒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一勺豆瓣酱 抓拌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 加适量蒸肉米粉 继续抓拌均匀 让蒸肉粉包裹着五花肉 再加点凉水 抓拌成这种微微湿润的感觉 容底垫几块红薯 铺上肉片 上汽蒸40分钟 也可高压锅20分钟 撒上葱花点缀 香喷喷的粉蒸肉就做好了 想吃你也这样做起来吧 第六道 红烧肉 切好的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一大勺料酒去腥 献计不要用冷水冲洗就不会发硬 水开煮五分钟捞出 锅不放油 下五花肉边炒出多余的油脂 炒至微微金黄 这才是肥而不腻的关键 再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放冰糖 小火炒至枣红色帽泡泡后 再下五花肉 你看 这个时候的五花肉才会又红又亮 加葱姜 八角香叶干辣椒 沿着锅边淋一圈料酒 加生抽 少许老抽 蚝油 再炒香炒上色 一定要加入滚烫的开水 热胀冷缩的原理大家都懂吧 扣盖小火炖40分钟 再加盐鸡精和泡好的辅竹再炖10分钟 这样做的红烧肉色则量力 肥而不腻 软烂入味非常好吃 第七道 白切五花肉 八块钱的五花肉 上锅蒸熟 蒸至五花肉能用筷子轻松插入 并且没有血水流出就行 然后取出切成厚厚的薄片 碗里放蒜末 红葱头 沙姜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只放生抽 和少许香菜 搅拌均匀 五花肉再配上这灵魂蘸料 鲜香滑嫩 肥而不腻 喜欢的话 你也安排起来吧 第八道 烤五花肉 五花肉切成厚厚的薄片 加少许料酒 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来多点烤肉蘸料 抓匀腌制20分钟 锅中倒油 油热下五花肉 小火慢烤 炒到邻居哥闻到香味 有条件点葱花小辣椒 交代客人很有面子